因为过于热爱 才会感到恐惧 因为恐惧 才会更加珍惜 感到恐惧 我有看到路易斯发动台说 自己会参加这次的比赛 运气好的话说不定就能碰上了 这怎么能算变心呢 路易斯是高射涵出道前的乐队队友 两人结伴演出多年 关系非同一般 我这叫爱屋即屋 他基本不发自拍 我好像只有比较模糊的现场live视频 是路易斯 律师小姐 还好最后胜诉了 本来我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 最后能胜诉 这还得多亏了他 对了 既然你们早就认识 之前你怎么没说啊 关于真名的事 还得请你替我保密了 路易斯 我也是你的粉丝 所以能不能请你帮忙签个名 要我的签名 当然可以 对了 笔 糟了 好像没带笔 让你找到你 你帮死我了 好 你帮 것도你帮你帮我了 你帮你帮我俩了 你还知道不好意思啊 所以我才不喜欢没有自控能力的酒鬼 痛死了 你干什么你 你回来的还挺是时候的 没事吧 Belham 他好像醉得不轻 你现在准备怎么办 刚才吓到了吗 这里偶尔是会发生这种事情 只有隐藏在昏暗灯光下 用廉价的酒精麻痹自己 才敢做出一些出格的举动 地下场所总是比较容易聚集这种鼠类 必须要注意才行 你在那儿阴阳怪气的骂谁呢 我差点就被绊倒了 难道他不应该好好给我敬机杯酒才算完吗 这是江湖规矩吧 既然你要说这种规矩的话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听说过Nav Game吗 这个游戏 据说曾广泛流行于十八世纪的西部牛仔之间 它们不符法律 就私下想出了这种 自认为较为文明的较量方式 来解决彼此间的争端 虽然当时因为医疗水平不发达 一个小小的伤口就会引起破伤风或者败血症 偶尔危及生命 但现在就完全没有这种顾虑了 即便是不小心造成断职 应该也能轻而易举地接上了 在您所说的江湖规矩里 这算是比较柔和的处理方式了 不是吗 准备好了的话 我们就开始游戏吧 我才不玩 疯了吧你 刚才问酒宝借的 开完酒后记得还给她 奇性发挥的水平不错啊 威尔海姆 我还以为你是真的会玩这个呢 我对这种会伤害到自己的行为没有兴趣 只不过大多数比赛都是心灵战 但凡能在前期给予对方足够大的压迫感 就有不战而生的可能 况且呢还是个没用的酒鬼 想要护住她还是不难的 对了 还没来得及介绍 威尔海姆 是我乐队的新成员 会和我一起参加这次的比赛 威尔海姆 这两位是 我认识她 这也是你曾经的客户吗 我们是私底下 因为兴趣相投才认识她 那还挺巧的 看来大家 都是因为对音乐的热爱 才聚到了一起 所以说 除了路易斯之外 你还是威尔海姆的粉丝吗 你是路易斯的粉丝吗 而且我们今天还是特意来找路易斯 没想到运气居然这么好 是不是 原来如此 我们就交换一下彼此的联系方式吧 好啊 好啊 那是工作专用号码 我私底下一般会用另一个 那 威尔海姆的也在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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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好啊 Lion... Thanks 来吧 看你没有发短信报平安 我刚想打电话给你 在想什么 对 为了在比赛时能够发挥好 所以还在和他们一起练习 只是想进行一些新的尝试而已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 还是稍微遇到了一些麻烦 当然会 所以才一直想请你帮个忙 那明天是周六 在排练之前 能出来见我一面吗 那今晚就不要再想一些别的事情了 早点休息吧 我尽量 晚安 他刚才难道是在想 居然会担心这种事 我这是在害怕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宝宝宝乖 不要哭哦 打针很快的 忍忍就好了 好 那你要轻一点 医生 启伯器已经准备就绪 随时待命 嗯 那就开始打针了 有点痛哦 那我轻一点 这样呢 嗯 稍微好一些了 不过 我还是有些害怕 怎么办 男子汉大丈夫 害怕就忍着骂 是吗 可是我不喜欢忍耐 那我给你吃颗糖吧 吃颗糖就不害怕了 你还准备在那里看多久 我过来吗 在你发现我之前 大姐姐 既然你认识大哥哥 那要不要陪我们一起玩 我一会儿 撞住了 你们就扮演夫妻 我和小雨就当你们的岳父岳母 好呀 最近我妈妈在看一部电视剧 里面就有类似的情节 大概是这样的 儿媳妇呀 你最近的表现很奇怪哦 是不是外面有别人啦 你喜欢上别人了吗 如果可以的话 还是希望你不要离开我 爸爸妈妈都在喊我们了 先走了 拜拜 嗯 再见 是恰巧遇见的 国家家算是一种情感演练 能够培养共情能力 所以看他们缺人 我就顺便加入了 不过 其实这里面也有我自己的原因 我也需要从他们身上 找到一种解决困扰的途径 这次比赛由我负责作曲 虽然我昨晚通宵 勉强写出了几本大志的雏形 但是因为始终无法与歌词 所要表达的主题产生共鸣 即使反复修改 也还是不尽人意 抱歉 没有听你的话 因为性格原因 我还是想尽可能 把这件事做到最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那就听你的 感觉好多了 谢谢你的夸奖 不过 其实这也只是 须有其表 因为无法深暗 整首歌 想要表达的主题 我只是盲目地 堆其音符 画虎不成 繁类犬罢了 家庭 他们说这种情绪 最能引起 大多数观众的共鸣 我想听一听你的理解 可以教教我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应该看 解决一件难题后 我突然有些困了 再多陪我一会儿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莫医生 你是在叫我吗 休假早就已经结束了 我没和你说过吗 那里的生活才是休假 是一种调剂无聊生活的方式 比起压抑情绪 却当一名道梦暗人的心理医生 现在的样子才是真正的我 是一种调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一种调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一种调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觉很重要 所以才会用不同的号码 其实没什么特别的 机缘巧合而已 我待会儿还要回去练习 先送你回家吧 晚上好 现在在忙吗 练习刚刚结束 现在是终场休息 我想 好 你来吧 不过在那之前 我得先告诉你一件事 我们现在在玩一个叫做 真心话大冒险的游戏 而我正好被抽中 要给你打电话 不过我想让你知道的是 虽然这是一场游戏 但是我也很想见你 这句话和游戏无关 不是吧 本来还期待着可以看Vio Ham尴尬一把 但现在看来 总觉得起了反效果 那还真是抱歉 让你失望了 通讯录里第五位真的是这个妹子吗 Louis 这里面不会是有什么黑幕吧 我当时有看过他的通讯录啊 确实是没什么黑幕 那还真是奇了怪了 没什么奇怪的 编起的时候 他也给过一定意见 待会儿正好可以让他听一听成品 诶 先别急 休息时间还没结束 不如再来两把吧 诶 要一起来玩吗 Vio Ham现在可是我们当中受罚最少的 不能轻易放过他 诶 要一起来玩吗 诶 要一起来玩吗 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黑桃是我 薇佳姆 怎么了 抱歉 不小心手滑了 可能是刚才弹奏的时间太久了 手指还有一些使不上力 你能帮帮我吗 我来 这点我可以作证 薇佳姆刚才的确一直在练习 小 Colt 小龙 修装 你 小龙 炸 我 是不是 这次可能是因为迟迟没有找到演出的感觉 所以有些着急了 是让你担心了吗 因为还没有找到该有的感觉 欠缺了一些东西 热情 他们说我的舞台看不到情绪的宣泄 所以很难触及心灵 而事实上 我的确没有寄希望于通过这场表演能得到什么 你说的没错 我是该稍微整理一下心态了 辛苦了 我去洗手间再处理一下 威尔哈姆和你说过练习时遇到的问题了吗 这的确是个难题 我曾经也请教过威尔哈姆类似的问题 或者说我应该称呼他为莫医生 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今天的训练到此结束 可以解散了 后面一句 我和他还有些事就先走了 大家回去的时候也注意安全 一直 的东西 知道了 别紧张 这里是我压力爆棚的时候 用来放空的秘密空间 在市中心 难得有这么安静的地方 也很适合聊天 不是吗 你没想到的事情还有很多 比如 你也没想到 Vilham会和我玩到一起吧 而我在五年前 刚开始玩乐队的时候 也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 居然会因此去看心理医生 虽然也算不上是什么病 但前段时间 我的心态确实很差 即使活跃多年 也始终碌碌无为 再加上对我的退出 让我开始慢慢怀疑起了 自己当初的选择 以至于有一天 我发现站上舞台后 内心涌现得 居然不是激动雀跃 而是恐惧 完全没有 像我这种自我又倔强的病人 应该是非常棘手的 虽然我承认他很专业 谈话也非常具有技巧性 但是表演久了 我很容易能看出 观众有没有被感染到 所以自然也能发现 他其实无法感同身受 我好奇的是 你既然无法理解我的感受 那我要怎么信服你的话 可以和我说说 你为什么觉得 我无法理解你的感受吗 莫医生 眼睛是骗不了人的 而且在来之前 我查过你的过往履历 也看过一些课程录评 看得出来 你在授课时面对台下的听众 永远都是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 因为你知道自己是权威 在专业领域是不可替代的 这一点正好与我的情况 恰恰相反 不是吗 我很高兴你能把自己 真实的想法说出来 你说得没错 一个没哭过的人 是没办法体会到 你哭的时候 究竟是什么感受的 对 你知道就好 既然你觉得我的话 没办法让你信服 那我就体会一下好了 什么意思 你的乐队不是因为 有人临时退出 而不得不退赛吗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顶替这个位置 我本身就具备 一定的阅历知识 会的乐器也不少 应该是不会拖后腿的 你就这么不服输吗 这是其中之一 在我看来 有时候心理治疗 就是一个人格 影响另一个人格的过程 而组成人格的关键因素 就是阅历 所以我觉得 多多尝试也不是坏事 这点对你我而言 都是一样的 所以 先不用急着放弃比赛 比起留有遗憾 不如再试一次看看 这也是我给你的建议 我本来以为 这只是徒劳 毕竟刚才的情况 你也看到了 他根本找不到 上台该有的感觉 但是 自从你出现后 我突然发现 他其实也是会慌神的 我觉得或许 自己可以期待一下 沐一生之后 究竟会如何以身作则 叫我走出这个困境 刚才关了静音 好像漏掉了一些消息 乐队临时发生了点紧急事件 我得先回去处理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等待 我没事 只是被熏到了 稍微缓一缓就好 你为什么和他待在那条小巷里 不是说要回家吗 我记得这里应该不顺路 如果我没有打断你们 你们本来准备要说什么 或者做什么 是我 所以打扰到你们了吗 你怎么可能 我先展示你 就完成了 多年 你对它来看看 你为什么要太平洋 所以我一起推荐它 你为什么要不顺路 你很在意我吗 抱歉 我只是想看着你安全回家 没想到会吓到你 不是你之前主动选了她 不想让我来送的吗 那作为补偿 到时候就来看我的表演吧 我只是想看我的表演 我只是想看我的表演 很想看我的表演 我只是想看我的表演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没想到你居然会在这里 没有 我只是在试着去习惯一些 上台前应该有的情绪而已 谈不上打扰 不出意外的话 这次应该能呈现出不错的舞台 所以 你希望我被更多人看到吗 但是我觉得你知道 放心吧 无论你有什么担心和顾虑 那都不会发生的 那就麻烦你帮我重新收一下头发吧 我不是很擅长这件事 似乎扎得有些松了 谢谢 我听说书头这件事 带有一些很美好的寓意 希望能为我接下来的表演 带来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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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运 好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亏有你在才会有今天的这场演出 是你给了我挑战自我的勇气 所以今天的演奏不止属于我 这场演出也属于你 是献给你的 我希望你能喜欢 非常精彩 我当时都在想什么 说说自己的感受吧 感受吗 对 激动也好 紧张也好 说一下自己的想法吧 台下的粉丝应该也很好奇 我当时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 上台前 我会因为担心自己的表演出现失误而感到害怕 但在顺利结束演出的时刻 这种恐惧的情绪却依然没有减退 紧接着 我又开始担心 最近以后是不是还能带给他 诸如现在这般 同样新奇的体验 我甚至害怕 在看到演出时的我后 他会不会对私下真实的我而感到失望 冒冒问一下 这个他指的是现场的各位粉丝吗 是指现场的某一位粉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错啊 Wilhelm 风头都快盖过我这个主唱了 听你刚才的发言 这次应该能切身理解我当时的感受了吧 比起关心我 不如说说你自己 刚才上台的时候状态怎么样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 你的声音似乎有些发颤 的确 我还是会觉得害怕 有一瞬间 甚至觉得大脑一片空白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莫医生 如果换作现在的我 应该会这么劝说你 之所以会惧怕舞台 不是因为厌恶这件事 恰恰相反 我觉得是因为太过热爱 因为你很喜欢那些支持自己的观众 所以才会担心表现不好 会让他们失望 路易斯 做自己热爱的事情 并不是错的 你不用后悔自己曾经的选择 那以后呢 至于未来的选择 我的建议是 都可以 这次的演出很成功 即使最后没有得到冠军 你应该也能因此收获不少的人气与商业机会 你可以继续演出 不断挑战自己 争取为你的粉丝留下更多的惊喜 或者 如果你实在无法将这份恐惧化为动力的话 也可以就此放弃 通过这次的表演 那些粉丝应该会永远记住你帅气的那一面 最后究竟要怎么做 这全都看你自己 Vilham 既然你说自己可以和我感同身受 那现在我想听听 如果是你 会怎么选 我吗 我的话 在选择前应该会事先衡量一下 对方在自己心里的比重 然后我会问自己 比起害怕让对方失望 是不是更害怕与对方渐行渐远 虽然这场表演也很棒 但感觉比起第一组还是差了些 确实 低组有好多帅哥 又去最后solo的那位 不知道他的社交账号是什么 我也好想知道 我要天天去给他留言 我会看到他在这个地方 我会看到他在做热的那部 我会看到他在计划 和他在计划 如果不是在计划 他在计划 他的位置 我会看到他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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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度的那里的试图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跟我走吧 里面是不是很吵 热情高涨 那你在看我表演的时候 也有这种感觉吗 就像那段采访中 说的那样 我之前还从来没有 这么忐忑不安过 还好你又一直看着我 不然 不然我也不知道 自己究竟该怎么办才好了 就像这种感觉了 就像这种感觉了 不用 刚才我已经和他们 道过别了 这次比赛结束后 我就会注销号码 和他们切断联系 所以这些都不重要 我只需要你的认可 就足够了 喂 他真的在这附近吗 保安大叔没有看错吧 肯定没有 那又帅哥这么眨眼 就算是第一次见 也不容易会认错 在这儿老看 这样啊 哦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好 我刚才看了你的表演 真的真的非常精彩 所以能不能告诉我你的联系方式 我以后一定会常常支持你和你们乐队的 谢谢 不过很抱歉 我这次只是作为替补参赛 我之后就会退出乐队 所以在支持他们的同时 还请麻烦你不要来打扰我了 没关系啊 就算你单飞 我们也会跟你应援的 所以 我说了 不要打扰我 这 知道了 怎么样 我的反应 你还满意吗 不过 我觉得你似乎还要现实 是有关刚才那个 我们还没聊完的话题吗 当断不断 反受其乱 刚才的事应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本身就不是这个圈子的人 当做完我自己想做的时候 就没必要再继续保持联系了 不过别担心 你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为什么 当时在玩真心话大冒险的时候 会抽到给你打电话的原因 没错 对我而言 无论换多少次号码 就算有朝一日 你熟悉的那个号码 我也不再用了 在新的号码里 永远都会留有你的位置 可以吗 只要你不主动断开和我的联系 我就永远不会离开 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事 都希望你能不要轻易放手 我很高兴 原来会感到害怕的 不止我一个人 因为过于热爱 才会感到恐惧 因为恐惧 才会更加珍惜 我相信 只要正确引导 这种恐惧的情绪 也一定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然后让我如愿一场 和你一起 走到最后 抱歉 因为之前在上课 所以不方便接电话 什么 你刚才偷偷溜进教室听课 这是真的吗 我发觉你现在的胆子 似乎是越来越大了 居然已经开始学会骗我了 我没生气 和你一样 也是在开玩笑 你就把它当成一种 小小的报复心吧 毕竟在刚才那一瞬间 我是真的感觉到有些紧张 一想到你可能在看着我 我就会担心 自己有没有好好表现 但这也不是件坏事 比较安于现状 我觉得偶尔给自己一些压力 或许反而会有不错的效果 所以我现在正在考虑 要不要答应刚才学生的邀请 去参加下个月的校园歌唱比赛 哦 看来你对我真的很有信心 那如果我告诉你 虽然我很擅长演奏 但几乎很少唱歌 说不定还会跑掉呢 你现在的表情 似乎还挺耐人寻味的 比起惊讶 感觉更多的是期待 如果你真的这么好奇 下次我可以私底下找个机会 让你亲自来验证一下 我究竟会不会跑掉 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好丢人的 只要能吸引到你 勾起你的兴趣 对我而言都是件好事 而且我也很好奇 你唱歌时的样子 趁着机会难得 到时候也唱给我听听好吗 那就说定了 我会期待着的